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截至今天7月15日 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351万 而且今天证实 俄克拉荷马州长 Kevin肺炎呈阳性 他也是美国首位确诊新冠肺炎的州长 但是同样是今天 美国的首款新冠疫苗 一期临床试验结果公布 并且马上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 这个结果还是让我们 美国人倍感振奋 这款疫苗是由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研发的 一期人体临床试验结果公布 45名志愿者全部产生抗体 出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进一步验证 二期实验正在开展 这个月将会开启最后的三期临床阶段实验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有望2021年量产10亿份疫苗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oderna的疫苗 mRNA1273 是全球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 根据周二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结果 参与实验的45名志愿者 均产生了新冠病毒抗体 该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 与已康复患者产生的抗体的中上水平相当 研究小组报告说 该实验共有45名 18至55岁的受试者参与 分为三组 每组15人 三组实验者分别接受低剂量25微克 中剂量100微克 和高剂量250微克的疫苗 首次接种以后 28天进行第二次接种 所有参与者都产生了新冠病毒抗体 主要的不良反应包括注射部位疼痛 这个在第二次接种后比例增加 中高剂量组不良反应明显 并且在第二次接种后 出现了发烧 发冷 头痛或者恶心等副作用 但没有出现住院或死亡等严重的副作用 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染病学家Paul教授说 目前还不知道疫苗是否能真正保护人们免受病毒侵害 或者他们能持续多久 第二次接种后 将持续追踪志愿者一年 了解副作用并检查免疫力 实际上能维持多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研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主导的一期临床实验已扩大了实验人群 涉及年龄在56岁以上 亦患严重疾病的成年人 疫苗的二期实验 采用了600名健康志愿者 已经在5月29日分别接种50微克和100微克的疫苗 莫德纳宣布将于7月27日 启动大规模第三期临床实验 这次打算招募3万志愿者 并加入安慰剂对照 预计10月下旬完成 在一份声明中 莫德纳表示 如果未来的研究一切进展顺利 那么我们将实现提供5亿疫苗之际的目标 并在2021年起达到每年10亿之际的目标 作为全美首批疫苗的莫德纳 在疫情中的研发进度非常惊人 2月24日 莫德纳宣布研发出全球首款新冠疫苗 mRNA疫苗 仅5个月后的7月27日 就将进入临床第三期阶段 莫德纳之所以可以做到如此神速 除了得益于1月11日 中国科学家迅速确定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外 还与莫德纳采用突破传统的mRNA先进技术有关 和传统的灭佛疫苗不同 mRNA也就是性史核糖核酸技术 不用病毒本身制作疫苗 而是直接在性史核糖核酸上做文章 生产出具有遗传密码的核酸 疫苗将这些病毒遗传密码中的一小部分注射到人体后 可以指示人体自身细胞从病毒中合成某些蛋白质 从而引发免疫反应 莫德纳公司2010年由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创办 是一家专注于基于mRNA技术的生物科技公司 拥有800多名员工 总部就位于哈佛所在的马省剑桥镇 2018年12月莫德纳在纳斯达克上市 以6.04亿美元的IPO 创下了美股史上生物科技行业的记录 莫德纳被认为是mRNA技术开发的领导者 可以说在这一领域中几乎没有对手 不过目前还没有mRNA疫苗成功用于传染病的治疗 如果此次mRNA1273疫苗被证明安全有效 并最终获得批准 这将对人类的疫苗研发产生重大意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